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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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批評說 這個 前面就是台獨聯盟 一開始就發表說 從社會運動到台獨運動 那麼 可是今天一天很長 現在幾乎是沒有看到 台獨聯盟的人還在場 有一位媽媽在場 有 還有幾個人還在 對不對 可是原先早上在 好像沒有在 所以我反而就是很懷疑 你是不是真的從社會運動會到排毒運動 這個大概是我今天講的一個主題之一 可是因為我人稍微感冒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我平常的那種過蠟 但是請大家抱歉,我會反彩 不像大家都看我講話坑慣了 這讓我就是階級論,階級論為主 所以我其實也不意外 階級論之外,我們早期做人權的外國人 我們都是有一個國際觀 我們的國際觀不是現在台灣 我們當然是看台灣、韓國、菲律賓、南美洲、南亞、越南 我們是從這種觀點 從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全球 現在到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觀點 所以我這樣開始講 我早期是在 我的照片子不見 我先介紹 我過去寫了一些文章 是環保方面的 還有原住民的 還有總批判 有的人在外面在前衛出版社外 我這本書 反對運動的總批判 那我那本書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 從民主運動到資產激進民主 這個是我最重要的一篇 就是批民進黨是九十五代 是走向內部是金錢交易 那大概我寫那篇以後 這個民進黨看我的時候 一邊笑一邊有一點那個什麼 就是講不出話的那種態度 大概是我早就半年對民進黨 本來有的理想 對他有一個批判 可是當然是說 我們看阿別那麼慘 我們大家很難過 可是我這個對這個 可能會等一會兒再講一些話 那麼我也是 因為我早期是做 比較勞工方面的研究 那在跟劉金星在一起 我們是1996年在國際刊物出一篇 就是講勞工的 勞工的權益跟民主主義 跟nationalism的關係 勞工跟民主主義的關係 那這個是當時是一些 勞政跟一些比較統派的公民的人 有一些爭論 那我就分析這個爭論 那這個爭論大概現在很少看得到 OK 那再一個就是從民主運動到資產激進民主 這麼一篇 這本來是1994年就出版了 然後過去也寫一些是 台灣婦女參政的議題 因為我早期做的研究 當然也是 比較是跟婦女有關的 所以那個時候 已經是 我想幾年前 35年前 我跟李源正就在談這些問題 但是我們是 孤零音量很少 有人談婦女問題 OK 所以我這一篇好像 就是我自己來論 那沒有像何教授 何教授剛剛把社會運動分析得很清楚 那不用我分析 就給我 就隨便套一套 那 不好意思 可是我想李源把這個當作歷史研究 我大概不是把這個當作歷史研究 我大概不是把這個當作歷史研究 我是把它當作路線的爭論 OK 那早期的 那楊慶祝在選那個 最第一次選勞工代表的時候 本來是跑去幫他忙 所以這個漫畫是我畫的 那在這個90年代 就是1994年 因為我回台灣 我有陪估 就是嚴重生病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環境 很難想像 離開10年 也是那麼亂張 就是跑東部跟台灣的原住民委員會 就是民進黨內部的原住民委員會 去東部 去看他的垃圾問題 OK 好 那我現在總而開始談 就是說 我們看是在建議院法結束的時候 1988年左右 在那個時候 勞工環保 各方面的社會運動 平常都是會跟民進黨 有很大的重點 可是在那個過了一陣子以後 社會運動好像變成越來越平靜 特別我想是在1992年那次年底 就是立委選舉 立委選舉以前 那是台灣 可以說是國民黨來台灣 歷史上第一次是 真正是由立法院改選 在那次選舉以前 民進黨還算是跟社會運動在一起 然後他跟社會運動在一起 他相當重點 你可以說 也可以說他在消費 或是他在趁社會運動 或許可以用這種的說法 可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有一個很明顯的差別 就是那次選舉以後 1993年 民進黨在立法院就位置 大概是30% 就30%左右 反而他比較是進到一個 金錢 右塑 那個 Lobby 隆落 那種一個 一個環境 然後他也是 在我自己經驗上 是生命的被送一大盆襪 一大盆籃襪 大概是兩千多塊的籃襪 我叫他送回去 他說這個是慶祝他的生日 他都給你送回去 我把這個講比較具體一點的 可是我覺得是非常明顯 人一當上立委 馬上會被派馬屁 馬上會有一些優惠 馬上會很多人捧得很高 然後很多資本家都會跑到他身邊 然後很明顯 其實當選的當天晚上 就有人要開始送錢來 當天晚上就是有一些 可以說比較是非法要求 那當初我可以拒絕 可以說就是很明顯 是一進到那個power 進到那個勢力範圍 那個其實是反對黨 他的角色有非常快的一個轉變 那麼當然是那個時候 早就有新潮流 在徐榮署的生根的一些增長 那個時候其實是編點會的時候 已經有總派右派 走群眾路線 或許是走那個議會 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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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縮路線 我不要說議會路線 是一種所謂是官縮 官縮 經常是金錢需求危險 本來有這個增長 我覺得是1993年以後 更有一個明確的差別了 可我們可以說民進黨跟社運 最重要的分類 我像是1994年 就是跟我們看到市教授 施興明 他就說1994年5月份 結果是那個 既然民進黨人那麼多 他還不會防止 不會說讓那個 核四有八年的預算 不會擋他 不會幫他擋下來 那麼這個事情 大概是這幾年 我還有一些 已經五六年前 稍微訊下 有人給我一個內部消息 說民進黨也有立委是老早 被台電收買 這個我想是可靠消息來源 我叫這個人請能不能公布這個消息 他說不行了 因為他錢也收了 這次我想是1994年 像是一個分水嶺 所以我們可以說是民進黨 我們很多會覺得是 他是趁這個社會運動的民眾的動員 可是他自己的 就是當然是說我們看書判誌 有一些人是很長久一直為這些事情 在爭或是填就井 可是這個往往是人數很少 特別是勞工方面 大概就是 民進黨頂多位 有一個兩個人 是來代表這個立場 所以他不會把這個立場在他的 他的忠實 或是在他的方向 不會把它結構化 他不是一個爭者 那林毅雄大概是花不少的勞力 要訓練年輕一代 要有他一個指定的意識形態 這方面應該是不足了 不足 可我們這個原因是怎麼來的 我想我們要承認這個是社會因素 不要說是 知識分子努力不足 或是說民進黨努力不足 民進黨本來就是處在這種統治政 就是等於是台灣人被外來政權增壓 然後他主要的意識形態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是70年代民主運動 主要是律師、醫生、老師 然後他們是趁這個基層的一些不滿 然後再推動這個反對運動 OK 可是我們看台灣是什麼狀況 台灣在國際歷史上 它是能戰時期 它還是跟一些別的國家的角色 稍微有點不一樣 因為南美洲、韓國什麼這些地方 各個地都是自尼拉共產黨 越南什麼也都是 可是台灣是算比較痴上 它是趁美國是在越南打戰 然後有很多美國的購買 購買水泥、衣服什麼很多 其實韓國也是 就是趁著美國是在東南亞打戰 那這個讓台灣有賺錢的機會 OK 所以我就說 這個反對運動 它只是形式上 好像是承認那個社會運動的角色 可是它也不是沒有貢獻 OK 我們要承認說 我們知道是民進黨一直被國民黨罵 說它是煽動民眾或是民粹 就是這些亂來的這些基層 都是民進黨引起他們會暴亂 那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是民進黨多數 可能是很少數之外是上街頭的 上街頭也算是很整齊的 這個是霧面民進黨 可是其實是民進黨是越來越不動基層 我想它走向越來越不動基層 它也是怕說會讓台灣的中產階級 也會動搖、會反彈 那麼特地講這個立場的人 是張俊彤跟徐信亮 OK 可是我想是整個台灣的保守勢力 就是反攻的意識形態 所讓新潮流要推動老公運動跟社會運動 很難真的做到 OK 先我剩下兩分鐘 可是我想台灣會建立這個健保制度 我們還是要感謝新潮流 在前幾年就是動員老人 從南部北部的都往上立法院 OK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是我們到陳水平八年的總統的時候 我覺得最關鍵他執行的是台灣資本家 中小企業跟資本家的方案 OK 他也是多多少少是逼迫不得 因為這些人也是習慣跟國民黨在一起 習慣有這種濃落的關係 那這個同時也是中小企業、大企業是跑去中國的 差不多同時 所以我是想陳水平當總統他盡量討好資本家 我想陳水平有講過類似的話 在中央銀行講過類似的話 可是我在這一方面 其實我也是要怪台灣的知識分子 包含北社跟台交會 沒有扮演一個嚴格監督民進黨的角色 所以我是覺得陳水平有什麼問題 這個其實是整個台灣獨愛運動的承擔 不只陳水平一個人 OK 所以我可能到這裡為止 當然我們是看徐欣良是1996年當成黨主席 很明確的是把社運部變成一個企業開發部 就是明確的民進黨的政策是有改變 所以跳過去 那勞工也是 應該是勞工方面 他會說民進黨都是配合國民黨的私有化政策 可以說也是新國有政策 OK 那我先講最重點 我是看說在某一方面 我們會覺得民進黨是代表台灣的資產階級 總向國際 他是幫他鬥外省的資金 可是最後的成果就是讓台灣進一步國際化 然後這個國際化是帶領新的一種 那個authoritarian 新的一種的獨裁政權 獨裁政權就是一個全球的一個discipline 全球避者勞工也是社會為兩極化 那在這個事情裡面我想知識分子還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重要的任務 像台教會也可以有一個重要的任務 就是堅持本土化 堅持研究跟參與社會 我們不要照這個SCI 我們不要校長一天到晚趕著做這種的很沒有意思的社會研究 或者各種的研究 所以我想至少還是有一些方案 那麼可能我這個有點是台獨無望論 對不起 那麼我想其實台灣是獨立不獨立 這世界還是有社會良心的責任 好我將這樣為止 謝謝各位 我再放一些照片 就是我們這些眾人權的國際觀念 非常坦對美國欺函伊拉克 但是台灣沒有這個意識 這個是美信儀在1月2003年 把美國護照燒掉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是要求伊拉克通過一個公投立憲 台灣就沒有做 為什麼台灣不敢做 好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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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